港村总司令官 命令我接替小泽长官的职位 那祝贺山天太军 另外报告您一个好消息 我们在双峰镇 击毙了一名特务 不知道是来自贡军还是国军的 尤其 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 看来 大家对双峰镇 都很有兴趣 冯团长 到 你立刻进驻双峰镇 双峰镇 那李靖堂呢 孙建军 你马上带人进驻二道侃 随时注意李靖堂的动静 现在的路动 是我山田的路动 过去的一切 都要重新安排 我看兄弟做杀手 也不舍长久之计 想没想过 某个出身啊 我现在这样挺好的 左右都是杀人们鬼子嘛 来参加国军吧 我知道你是俄伦春族 我的班底呢 都是从东北过来的 实际咱们就是国家了 你要是刘夏了 干得痛快你就干 稍有不痛快 你立马走人 我不会抢拦着 我这个人漂泊惯了 不喜欢在一个地方 来拍照时间 我看你的气质啊 你这个军人的气质 在我的眼里 那就是一种威慑力量啊 林队长 这怎么回事啊 你干什么 放下 我放下 你让开 你知道站在你身边 是什么人吗 我当年鬼子攻打背大鹰 他下令不准抵抗 让几万的士兵当了宝灰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还有一个亲弟弟 那年他才十六岁啊 我找了他这么多年 没想到在这碰到了他 而且 他居然还有脸 活到现在 你别动 你别动 请长大 今天该是咱们算总账的时候 黑兄弟 你想要我的命 好 我的命可以给你 但是你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多杀几个鬼子 到时候 我会提着人头来见你 你的话说得太好听了 我现在就要来要你的命 老刘 我仿佛你让开 冷静一谈好吧 冷静 小不 我没办法了解 你知道 我活到现在 就是为了杀了他 那你先把我杀了 不然你试试 你 老刘 你是不是疯了 有钱给老大你 老刘 姓长大你听好了 今天看在我兄弟的面上 我可以饶过你 我管你记住了 你以这条命 我早晚一条回来取的 疯子 我没想到 你想当官 好 就当你的官儿去吧 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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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刚要回去 结果一看 整个村子全空了 幸亏我是最后一个下山的 要不我也回不来了 好 知道了 你先下去休息吧 是 最新情报 缝马杆的一个营 进驻了双峰镇 鬼子更是抓了很多的老百姓 去双峰镇附近 修封锁沟河隔离篱坝 在面对双峰的方向 又盖了两个炮楼 刑事对我们来说 非常严峻的 我们得想个办法 如何来应对 目前的这种局势 照我看 如果照此下去的话 鬼子想堵住我们 出双峰的出路 那是迟早的事 我们得及早地 拿下这个双峰镇 必须得拿下双峰镇 这是一个交通要道 如果要不拿下它 我们整个的根据地 全在他们的枪口之下 你看过去啊 小泽在的时候 从来不往这个双峰镇驻兵 为什么 他想把咱们引出来 然后一举歼灭 但是咱们没有上当 留了一条双方都可以缓冲的地带 可是现在山田上台 思路变了 他现在是拼命地在这块儿 加入攻势 是想把咱们堵在山上 整不死咱们 也把咱们困死了 这样的话咱们的影响力 在陆东地区小了 我同意你的分析 小泽是想引老虎出山 消灭我们 而山田呢 是想歼壁青野困死我们 这战祸不战 对我们都不利 打双峰镇 他就得跟我们决斗 我们没有实力 被他们困住了 我们的影响力 就会在陆东地区变小 要不政委 咱们找一个人合作呢 谁 李金棠 李金棠 对 那你说说看 我们怎么和李金棠合作呢 李金棠这个人 虽然是一个文职的县长 但是这个官衔啊 是汪伟政权强行加给他的 他虽说手下养了一个护卫团 但这些兵是他自己花钱买的 所以任何一个政府得了权 李金棠都不会在意 他就不会像缝马杆那样 对待日本人一味地邀功 而是远远地躲到了二道坎 我分析了一下 这可能跟他们老李家的 传统有关系 老李家在这一带 首屈一指的首富 控制了土地和经济 所以如果双峰镇一旦变成战场 老李家的家业毁了 老李家护卫团的兵废了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开启出来一个 保存李金棠实力的条件 他应该会答应我们的吧 从政策上来讲 你的这个建议没有问题 只是 太冒险了 而且把握不大 我看这样的 咱们先打个炮楼试一下 看看双峰镇准备得如何 不管怎么样 最后还得用实力说话 投石温路 对 老张啊 我听说你招来了个杀手 真没想到你才来没几天 就网络到了人才 怎么样 让兄弟也尖尖 给咱们露两手 那不是我招来的杀手 那是我的朋友 朋友 老张啊 不是我说你 你的胡子脾气 什么时候能改掉啊 这类杀手 要不为我所用 要不就彻底消灭 哪有什么朋友不朋友的 咱不说这个啊 好 我的意见很明确 山田把驻扎在你周围的兵 全部抽走了 这是好事啊 怎么样 你现在晚上睡觉安稳多了吧 当兵怎么怕打仗呢 应该是追着敌人打才对啊 日军把兵力都布在了双方地区 看来是要强化对八路军的压力 那好啊 我们等着看好戏就行了嘛 这帮八路军啊 总是标榜自己在抗日抗日 现在呀 就给他们个表现机会 我看呀 过不了多久 这帮八路军 就要从这个地区消失了 我不觉得他们消失 是什么好事情 你过来看 现在日军 我军和共军 三方互为击脚之势 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是像你说的 让日军通了八路 那我军将没有任何牵制敌人的力量 所谓陈王齿寒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哎呀 老张 你过滤了 没那么严重 算是我过滤了 可是现在日军 加强了清乡的力度 你看 好几个村子都被毁了 难道 你无动于衷吗 哎呀 我就知道你又要说这没用的 我还认得这句老话 咱们是军人 政治上的事情 应该少广 这并不简单单单是政治上 哎 行了老张 现在呀 我们可不能轻起战断呀 现在在陆北地区 和日军对战的形势十分不妙 他们不来打我们 那就烧高香了 我们可不能主动出兵啊 你刚来陆北 对这儿的形势还不太了解 是我不了解 还是你不想出兵啊 不管怎么样 我都得出兵 哎呀 我说老张 那你怎么也得为你手下那几个兵 想想吧 他们可都是从东北跟着你过来的 你就不想让他们能够平安地回家 就埋在这立下千里远的地方 哎 你那姚二师虽说是师的编制 可兵力上情况你也清楚 我就不多说 你又不怕 等打完了日本 你从师长 可能变成连长 变成连长就变成连长 哪怕就是变成班长为日了 我以前退缩过 那是我一生的耻辱 你不要一意孤行 别忘了 在陈桥这个地方 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你那是谁 能够清醒 那你老的 哪怕 你是什么 我 你 我 我 我看你很久了 快点 来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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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来 喝两句 喝两句 再喝 再喝 哥俩好啊 八杯手啊 我不客气 你喝 你喝 走 走 走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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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再 再马上 快 来 来 来 接着来 接着来 来 还一瓶酒呢 去拿酒 拿酒去 拿着喝 喝两个酒 你喝 你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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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 马上 买人 买人 换了 换了 我去拿 我去看他 九位 九位 还真警觉呀 里面的人听着 我们是八路军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投降吧 大家都是中国人 不要为鬼子卖命了 投降吧 八路军又待俘虏 班长 怎么办 外面全是八路军 我们几个恐怕是守不下来了 少废话 咱们在这儿干嘛的 不就需要保护村子里 不来这个拖尾兵品吗 要么是礼仪 拿家门的爱抢 都提供机会 门住了 去 是 八路军优待俘虏 你们就这么几个人 还敢来打炮龙 不要命了 我说 咱们可都是自家弟兄啊 我们不想伤你们 马上投降 要不然让你们尝试 我们八路军的厉害 管你是八路军 还是九路军 你们来吧 大爷在这儿枪子伺候呢 准备在那儿 是 准备在那儿 给我打 到个母亲 特别人的情报被过来 这么快 到哪儿了 来个五分钟就到了 今天没戏了 通知部队撤 撤 撤 走 我是真没想到日本人 起兵能来这么快 你看刚交口没半个小时 他们都快到了 而且李金棠手下的兵也不弱 咱们的战事没法靠前 看来我们开始的猜测是正确的 他们一直在监视着双风阵 等着我们主动进攻 张伟啊 看样子 我们得必须试试李金棠这条路了 不过要快 如果双风阵一旦成了日军的堡垒 那形势对我们可就更加严峻了 我去 嗯 我去 风 进来 是 不好了 咱们的那一半 让韩市长都给围起来了 市长 咱们的电话线被切断了 无法和上级取得联系 不过 我们有士兵混了出去 去通知大部队了 我就知道这个姓韩子 一直想找机会除了我们 把咱们那样给包围了 他一直想交咱们的谢 把咱们给除了 在陈桥 姓韩子想一个人说了算 不过来 张市长 你违抗上级命令 散致聪聘 就是带兵划免 现在 我命令你 立刻停止抵抗 缴械投降 张市长 韩中文 你欺人太甚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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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点 他韩中文也不敢先开枪 我们再人一会就到 再等等吧 搞这么大的动作 想彻底瞒住人是不可能的 市长 我们不能再鲁莽了 好 先听你的 市长 老刘啊 老刘 等会儿我去跟张市长打个招呼 咱们马上离开陈桥 你就在这儿待着 等我回来 老刘 老刘 坐好了 怎么了 书枝了 出大事了 老刘 张言书的指挥部 被人给包围了 走 去看看 走 你们去吧 我不去 老刘 没你能行吗 走啊 可她是我的仇家 别勉强她了 我们走 走啊 别勉强她了 看我手势 我手势动 打了韩市长的帽子 老大 我签包不行 那就到后面吧 你我的签 好 小心 好 好 汤部官 到 准备开门迎接韩市长 市长 您这是 咱们的人把他们以为包围了 他心里很清楚 这样僵持下去 对谁都没有好处 只能通过谈判来解决了 好 进来 什么事情 市长 就算你们的兵赶到 也没办法进来救你 你还是赶快下令 让他们投降 高校市长 有一个自称杀了小刀人 要建议吗 这个时候 才干什么 好 那他进来吧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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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杀了小子那杀手 就是我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欠张市长一个大人情 他现在有难处 我应该帮他 你有这个本事吗 你现在可一见不起没有 而且也无法靠近我 整个大院我都控制了 怎么就控制这个大院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你看看那花盆 别动 让他们把枪放下 开牙枪 早是早 快开门吧 你的朋友来帮忙了 我们出来谈谈好吧 该咱们出场了 给我硬起点 是 开门 市长 韩市长 韩市长 麻烦您亲自过来一趟 要是不嫌弃的话 到里边喝喝茶吧 今天啊 是我对不住张兄啊 这件事情是兄弟的错 喝了这杯茶 就算是过去了 好 可另外有件事情 我要求张兄给个面子 好说好说 我堂堂挡过军人 被这样一个江湖混混挟持 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我还请张兄 把您上座这些位朋友 交给我来处置 韩兄的话 可能不合适吧 我这位朋友舍命救我 我咋能做出汪恩负义的事情 再说 这也不合道义啊 如果换了是你 有这样一位朋友舍命相救 你能做出汪恩负义的事情吗 今天的话 我就倒没有听到 原来 我以为和韩市长只是理念不同 义气之争 看来我是错的 我以为和韩市长只是理念不同 我以为和韩市长只是理念不同 我以为和韩市长只是理念一项 立即说变大地不对 是 林小林 你刚 对刚来的事情已经不理解吧 其实 我不杀他 他终究也要杀我 我的生死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不杀他 我就无法真正地抗日 刚才您也看到了 他不允许我出兵打日本鬼子 所以我杀他不是为了我自己 而是为了抗日呀 兄弟 希望您能理解 大使长 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 我也做了我应该做的 告辞了 好 报告 进来 大佐 陈桥方面最近情报 杀手已经从陈桥出来了 我们要不要加强戒备 大佐 对不起 不用理会 我让你做的调查有结果了吗 他们什么背景 目前还没有消息 这个李金棠啊 老实说自己有病不便前来拜会 至于让他帮团长去 他更是以自己年老为由 干脆就推掉 他以为我是中国的军阀吗 以为我不会对他动手 这个李金棠 仗子手里有几个兵 就敢敷衍皇军 那叫冯马杆出兵吗 宋建军 看来我们要采取一些强硬措施了 通知李金棠 我明天晚饭时候 亲自去二道坎拜会他 要带给他丰厚的礼物 并授贤给他 大佐 我带商去二道坎 他李金棠 就必须要接受这个团长的职位 那那几个杀手呢 我想 他们一直在等我离开查阵吧 既然是杀手 等待时机 就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了 等我离开查阵 他们一定会觉得 这是动手的时机了 我这次就做个诱饵 我这次就做个诱饵 他们就是我要钓的大鱼 让他们主动献身 把他们一网打尽 用绝后患 是 所以 一定要把风声放出去 最好 让周围的支纳人都知道 他们一旦看到李县长 都归顺黄军了 一定也会归顺过来的 列祖列宗在上 不孝子孙李金棠无德无能 未能保护好我们李家的产业 李家产业在我这一带 李家产业在我这一带 让日本鬼子都快强光了 我对不起祖宗 我对不起祖宗 李 你身子骨要紧哪 老人 喝杯茶吧 这日本鬼子 口日的 简直就是毒肥 就是倭寇 您就别生气了 消消气 您哪 就放不着跟那小日本的生这气 是啊 那山田 就是被那几个从上海来的 杀手教训的还不够 把打成那样 还有脸出来丢人现眼 我看他就是脾欠痒痒 对 那几个人走了吗 应该是走了吧 去 多派人 把他们找回来 尽快 最好 让山田也去见他的长官 小泽 行 我这就去吧 有人吗 十一啊 大娘 我们是路过的 能不能借宿一宿 大娘 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是过路的 太晚了想在您这儿借宿一宿 是啊 有给我躺到地方就行 敬礼吧 对 老爸 这不会有什么事吧 吃饱了再说 大娘 咱开大气 快来快来 让你们等半天了 趁点吃啊 趁点吃啊 这是我老头 大爷您好 您好您好 快吃快吃 掉凉了啊 那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孩子都渴了 也不是执行任务了吧 拔肚筋都这样 怎么了 不好吃啊 好 好吃 太好吃了 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面 大娘 您的手艺真好 这年头啊 没啥好吃的给你们啊 这收成啊 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老头子 我去收拾间房去 你们一会儿好睡觉啊 咱们哪儿像八路君啊 管他呢 过了这小再说 好 早知道咱们之前去那几家 就说咱们是八路君就好了 也不至于饿到现在 事都渡不上你的嘴 吃吧 好 有什么事别 那找的是我吧 那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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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会了 误会了 林兄弟 把钱发去 林兄弟要出个好歹 我宰了你们 林兄弟 误会 误会啊 兄弟也没别的意思 是想请你到府上吃个饭 属下不懂规矩得罪了你 不要见怪 不要见怪啊 我们好像不认识吧 所以啊 兄弟亲自来请你 是佩服林兄弟 你是条汉子呀 请个人都不会 要你什么用 站住 是 林兄弟 闪个脸吧 陪家 老头 公经不如从命 请 立教 老头子 他 他们把人都给抓走了 怎么办 林先生 我有件传世家宝 先请你看看 好啊 来 你带来挡这 是老大 都别扯了 这 我挺好的 你应该要不复了 这是日本的战斗 没错 李兄弟 我的祖先当年在朝廷就立过战功 杀过窝口啊 就是现在的这帮小日本 如今这帮小日本又想 侵占我祖上的产业 我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原来李现场叫满门中烈 所以 李兄弟 我们俩还得需要合作呀 怎么合作 咱们边吃边吃 来来 请 李兄弟 现在整个陆东地区都知道 你们是刺杀山田的英雄啊 虽然不知道兄弟的尊姓大名 可是你们这声语已经都传开了 来来来来 敬你们一杯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李兄弟啊 放心啊 在我这儿绝对安全 最少到现在我李某人的二道杆 还是说了算的 至于以后嘛 这山田来了 就不知道谁说了算了 你说这山田也是啊 他明天晚上要请我吃饭 封我官 如果我答应做他的官 就要穿他的军装 山田他不怕 还带着伤 你说他就不怕林兄弟再次下手 明天晚上还要从后山小路上绕过来 你说那地方 可是随时都可以下手的 李县长 看来我们真的是不该过来打扰啊 告辞 既然来了 祝一球 祝一球 明天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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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记一下地主之仪 李县 李县 一点小意思 不成敬意 以后经济上有什么困难 尽管开口 尽管开口 门口的张副官 会在这儿伺候你们 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 好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吃了 各自 各自 老大 他哪对咱们这么好啊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你把人家这只鸡都吃完了 现在才说有问题 喂 可以 老大 怎么知不知道 エヱ 了 好 李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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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醒醒醒 有个好消息 林季风他们一早就走了 您真是神机妙算哪 我估计他们一早 就去寻找夫妻的位置 不过你说他们行刺了那么多次 都没成功 这回 不管他谁死谁活了 只要别让我看见山田就行了